大家好,2022年3月17号礼拜四 现在是中午了啊,西班牙时间13点51分啊 我们这接着刮大风啊,倒是没下雨,挺冷的啊 刚才有一个网友吧 一个一个观众给我发来,他说 突发,据传是山东烟台海边 希望没有什么事儿啊,别有大地震之类的啊,看看啊 捡不过来了 看,看我同志在这捡着了,看海边这是怎么了 妈呀,第一次看到中西域啊 看看,这怎么了 哎呀,把这上了些话,哎呀,把这海的还把我一直涌着 我的个天哪 一撑着就撑着,看我同志在捡着 社长开这拉来,看,我去,这怎么了 这海啊,捡捡捡捡,开始 这口音 反正烟台也差不多啊 反正微海,反正就这一带吧 都是这口音 这不是前天还是昨天 日本不是发生大地震了吗 就是那次浮岛河泄漏那个地方,又发生大地震了 当然比上次要轻微了很多 听说死了四个人啊 是吧,然后没有大规模的房屋倒塌 是不是跟这次日本的这个海啸 日本这次地震有关系呢,不清楚啊 捡不过来了 看我同志在捡捡着,看海边这是怎么了 妈呀,第一次看着中学域啊 看,看看,这怎么了 哎呀妈,这生了些花 哎呀妈,这海了,还往外里涌着 我的个天哪 一撑着就撑着 看我同志在捡着,社长开这拉来 我的个去,这怎么了就海了 捡捡捡捡,开始 这反正是焦东半岛啊 不知道是微海,是烟台,还是青岛 不知道是渤海这一侧,还是黄海这一侧啊 这个黄海这一侧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觉得更可能是微海这边啊 这个,是吧,离黄海这边近 反正是天有异象啊 反正大自然,这些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气候也好 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 这个,希望别有什么大地震啊 但是,难说,难说啊 是吧,这个老天爷 造物主,上帝 想惩罚人类了,是吧 你看中国啊,病毒肆虐 是吧,欧洲 俄罗斯又侵略乌克兰 还有各种的气候异常啊 人们的贪婪呀,是吧